现场持续飘出阵阵白烟 消防人员来回进出 4号早上8点左右 新北巴黎华丰三街 移动五层楼民宅传出火镜 那时候我在里面也不知道啊 听到我以为是打架啊 出来看就火就很大了 消防队出动各式车辆 39台114人 周围共救出30人 初步判断起火点在二楼客厅 但状况最严重的是在三楼 一家四口人 妈妈和两个儿子都没能逃出来 慈激志工接到消息赶往一月关怀 我们可以这边来陪弟弟一下 就是帮他住店这样 一定会陆续去关怀 看家里有需要我们去陪伴 妈妈他对从事 从善他很发心 大概五六年下来 他都很也很苦持持继这样子 那这次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情 我们也真的很遗憾 从平面图来看 三楼除了客厅外有五个隔间 消防人员从后阳台 大门还有正面窗户进入抢救 最后是在左后方的厕所 发现母子三人 大门出不去 我觉得应该是往比较 你火点的 烟跟火热比较低 那个烟比较少的阳台很久 这个三楼他没有在阳台 可能当时发生的时候火跟烟都非常大 专家提醒厕所门的材质 多处是木板或塑胶 预热就容 加上留有气孔或通风道 难组浓烟 建议遇到大火逃不出住家时 可以选择到有窗户的房间 先堵起门缝 再开窗户救等待救援 是相较安全的办法 大家一起问 黄一杰科兴志台北报道